那肚子痛問題大部分都是考慮都是內臟器官 如果這次要講的可以什麼比較特別 就是一個40歲的女性她來我的診所 那痛來的原因是因為她 那她就一直看做過很多檢查 就那個地方就一直都很疼痛都不會好 可是所有檢查出來都是正常 幫她做完檢查也沒有看到特別異常 但是她特別的地方就是她一摸 就那個地方會疼痛 那麼這跟我們的內臟器官疼痛表現方式 其實不是很一樣 因為我們內臟器官的疼痛 大部分的眼其實不是那麼容易定位 就像你們大家不知道我們聽過盲長眼 她一開始會上腹部痛 然後慢慢會往下移 那是因為神經的入境的問題 後來我們有幫她做一個注射 我們打一個叫里頭看醫的藥物 把它打在她肚子上面 它是一個局部的止痛藥物 打完之後它馬上就改善了 改善了五六成 其實它是一個我們的肌表 那邊的肌肉在疼痛 那這一種有幾種可能 第一種是剛才講的就是 可能是一個肌肉的拉伸或發炎 大家比較知道 可是另外一種是 它是因為心理因素早晨 例如說 壓力大 或者是緊張熬夜的時候 它就容易 那要是放假的時候 它會稍微改善這樣子 後來治療完之後 這個其實我有把它轉到身心科 身心科後來有開一些抗憂鬱的藥 給它吃 還有一些抑制它焦慮的藥給它吃 吃完之後 後來它就沒有什麼再復發 我們來看第三樣 腸胃出問題全身都遭殃 所有的器官都有個重要的血管 去供應它 那我們在腸胃道裡面的話 我們是分胸腔跟腹腔 這兩個都是個大血管 叫做降組動脈 降組動脈把血帶下來 進到腹腔的時候 它就叫腹部組動脈 事實上它是同一根血管 那在進入腹腔的時候 它裡頭有三個非常重要的血管 它是供應胃 腸子什麼東西的 理論上那個地方我常講 那個血很難在那個地方產生動脈硬化 但是很奇怪 很多人在那個地方就會產生動脈硬化 動脈硬化的時候腸子嚴重的時候 它就會壞死 整個血就過不去 過不去的話就造成腸壞死 我印象中有一個非常深刻的印象 就是有個病人心臟不好 我們要幫他放一個叫做 可以幫忙他把血打得更好一點點出去 但是你要把一個長長的氣球 要放到血管裡面 要把它塞 塞 塞 塞到那個舊定位的地方 因為它的標準位置 是在鎖骨下這個地方 殊不知這些病人 他自己本身有些動脈硬化 所以你在放的過程中 搓打 搓打的過程 就發生了吐石流 吐石流 那個血管的動脈硬化斑塊 就脫落下來 脫落下來的時候 因為在送過的過程中 這個小斑塊就卡 卡住了這個腸子的血管 腸子血管後 病人就開始肚子疼痛 我們說他肚子疼痛 應該沒什麼事情吧 但後來發覺越來越嚴重 腸子在因為缺血性壞死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很多酸 那酸性產生的時候 它就開始越來越喘 那這時候 這橫紋肌壞死的指數也偏高 那更可怕的是什麼 在這個腸子壞死的現象的時候 它會解叫做 紅色果凍式的那個水變 那它大便好像都 它就是黏膜都壞死後 黏膜開始脫落 它就會產生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一看都說完蛋了 壞掉了 但心臟又不好 腸子又不好怎麼辦 推進去切腸子 這種病人很糟糕的 這種病人有些時候 他在切完手術之後 腸子第一個就縮小了 叫做短腸症 吸收什麼會受到影響 第二個有時候是在 24到48小時的時候 即使沒事 還要再開進去一次 要再看一次 腸子供血量到底好不好 因為有些在檢查室 看不出來 到底供血量 你只有再開進去看一次 好 真的不錯 還是不夠 我再切一點 在初期的時候 當然你要知道 因為我們在做 健康檢查的時候 我們在做整個降主動脈 跟腹部主動脈的時候 你會看到 糟糕 你的血管 本身有動脈硬化 本身有動脈硬化的時候 它本來就會脫落 但是在現在有很多 做心導管的 主動脈幫補的 這個葉克膜 在釋放過程中 在推拉的過程中 都可能誘發吐司瘤 但這是不可避免的一件事情 非常非常可怕 我們常常聽到一個 所謂腸漏症這件事情 什麼叫腸漏症 就是說 黏膜跟黏膜之間的 這個間隙 細胞間隙也打開了 原本我們蛋白質 要經過消化 還有糖類要經過消化 它現在 消化機制不見 一些大分子就直接跑出去 那它跑到胰臟的 就會變成糖尿病 跑到肝臟就會提到 變成我們剛才前面講的 那個很厲害的一個脂肪肝 那我自己是一個 三十多歲的一個男性 那他來找我的時候是 急著說他要來開 可是一來他並不是一個 很胖的病人 就體型還好中等 然後一驗他的 糖化血色素是6.1 一般6.1 對 其實一般現在5.7以下都是正常的 5.7到6.5叫糖尿病前期 他只要飲食控制 他連吃藥都不用 那為什麼他會急著要來開 他說因為他最近 聽人家說過敏得很厲害 跟糖尿病有關 然後另外一個 他非常非常容易疲勞 他工作常常提不起進來 而且以前他酒量很好 很能跟人家拼酒 現在只要喝一杯啤酒 就整個人攤在那邊快不能動 他覺得他整個人生都變掉了 然後而且後來 他去抽一個發炎的一個指數 正常人的一個發炎指數 應該要0.5以下 他隨便怎麼抽都是在3點多 以前還跑到大概89這樣子 我就跟他講說 你這個就是典型的腸肉症 因為腸肉症有幾個定義 第一個有血糖不穩的狀況 然後再來就是容易疲勞 再來就是你發炎指數會有高 所以第一個就是 你要調整他的飲食作息 第一個酒類的東西 可能這一段時間不要碰 再來就是高糖類的東西不要碰 然後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是 我們現代人常常也都忘記的 要適度的去補充綜合維他命 再來飲食作息要正常一些 那經過這些調整之後 其實他三個月後回來 中間第一個月就有改善 我就不講前面的數字 到第三個月的時候 他的糖化血色素已經降到5.6了 連糖尿病前期都沒有 而且過敏的症狀也好非常非常多 那全身疲勞的感覺也好多 所以其實這種東西也可以跟大家講 就是說有很多疾病是跟自己的 平常的生活飲食行為製造的 而且開刀雖然有很多事情可以解決 但是反過來講 有很多事不是開刀能解決 是要靠自己 我覺得陳醫師剛講的我通通中了 我應該也有腸透症 我以前也是都不會醉 但我現在半瓶啤酒就掛了 然後也很容易累 那我自己常去看醫生醫生說 其實你腸味道不好 你可以補充一些好菌 所以我一直以來 全家都有在吃益生菌這樣的習慣 因為我自己本身就是 排便也不是很順 然後我就就是請小孩 也跟著我早上一起吃益生菌 但是我發現小孩都會偷吃不穩 因為益生菌很多的都是那種粉狀的 不然就是定狀的 那他們就會覺得 媽媽好難吞 我不想吃 然後我就粉狀配水配水 可是他又會一球結在喉嚨那邊 然後索性最後他就吃半包 然後每次他上學的時候我就摸 怎麼還有半包 那這樣效果就會打折 所以我就問我的朋友 那很多媽媽就推薦我 喝的益生菌 有喝 用喝的 我覺得這個超棒的 而且它是荔枝蘋果口味 超好 你給我看一下 對 大家喝喝看 對 而且它這個就是有 30%的蘋果原汁 然後有一小包 有一千億個好菌 而且它這個很棒 是撕開給你的益生菌 所以你只要撕開來 你就可以喝 你知道小朋友早上還會說 媽媽 我可以多喝一包嗎 就很像飲料這樣 有點像早餐的果汁 然後前幾天他去戶外教學 奧婷 然後我就給他多帶幾包 小朋友都搶著要喝 大家可以喝喝看 因為它真的非常好入口 就不會有負擔 對 好喝喝 就是它一小包 就有一千億個好菌之外 而且它很棒的是 它有日本專利的 熱去活技術 那這個技術很重要 就是因為它可以抗胃酸 耐高溫 可以讓所有的好菌 直達你的腸味道 維持你的消化道的 這個健康的機能 那像我自己平常也是 非常的肥肋 我就是小朋友看不到的時候 我們晚上追劇就幹嘛 點外送 就是炸物 然後配珍奶 就是我的追劇套餐 然後就長期下午發現 自己本身不愛喝水 然後又吃這些高熱量的 然後整個就很燥 我曾經就是你知道 肚子一迷 一幾迷大幾吋 然後扣子扣不起來 我就跟老公說 你要有心理準備要當爸爸了 然後老公就翻白 想說小姐已經40了 而且你是不是好幾天 沒有蹲馬桶 好好上廁所 我想說對 然後喝的益生菌當中 它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魚針草的配方 可以維持我們整個 消化道的機能健康 所以我就吃了這個之後 我就發現 我真的就是排便滿順暢 就不會就是結在那邊 有時候肚子整個是硬的 很不舒服 那像我先生平常要出差 工作壓力大 我也是每天就丟個兩三包 在他包包裡面 那我覺得他是很方便 其實再加上我們老人家 像我們家 我公公已經快80歲了 其實他牙口也不好 婆婆也是 那有時候他們就要打 那個蔬果汁 然後要備料 要洗 其實沒有那麼容易 就是說你只要給他喝這個 他每天就是拆開來 就這樣喝下去 其實全家就是靠這個 8歲到80歲 都靠喝的益生菌 對 在維持健康 而且荔枝跟蘋果口味 真的很好喜 很搭 而且我是 我其實喝過益生菌的品 吃過的品牌有幾十種 但是我第一次看到這種 喝的益生菌 所以我非常推薦給大家 因為攜帶方便又很好喝 這個益生菌 我覺得是其實還滿重要的 我們只能就一個28歲女性 她就是常常會便秘 跟腹性會常常交替 那她每次要去上大套之前 就會肚子就會痛得很厲害 大碗之後就會稍微好一點這樣子 然後第二個是說 她皮膚狀況也都不好 會常常冒痘子 她吃到不新鮮的海鮮 她就會皮膚過敏得很厲害 不新鮮的海鮮導致 我們常味道發炎之後 所以她在不新鮮的東西的時候 過敏她會變得更容易出現 更厲害 那這個診斷上就是一個 腸造症跟一個腸肉合併的問題 那後來我們就跟她講說 你這個就開一些幫助消化藥給她吃 那要多補充蔬菜水果 益生菌優格優惡乳 而且要合併運動的問題 運動的話會改善腸胃道肌炎 因為跟血液循環也有關係 後來她努力做搬移之後 其實的確她就有明顯的改善 其實現在很多人都把 大便不順暢這件事 把它當成是一件小事 其實這是不對的 因為我們的消化系統 跟我們的免疫系統 是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如果我們的消化系統不好 免疫系統不好的話 你沒有去注重她這個消化能力的問題 之後她可能就演變一個全身性的問題 就變成一個大問題 所以如果我們要維持一個比較好的身體狀況的話 她的腸胃道狀況 你一定要維持我們腸胃道一個良好的菌蟲 所以說現在大家都知道說 我們要去補充益生菌 那補充益生菌大家都知道 可是第一件事是 你補充的東西有沒有進入到 你要到的地方 像剛才易凡講這個益生菌裡面 它就有一個日本的專技 熱去火技術 它可以保存我們的益生菌 我們胃酸是強酸 可以抗強酸 然後我們的腸胃其實它是一個腸鹼 那它可以抗腸鹼 這樣的話才可以到達小腸或大腸 這些地方才可以發揮它的功能 那麼它這裡面還有講到一個 魚間草的東西 客家傳統裡面也叫客家抹茶 那它基本上在很多古書記載裡面 它是一個民間很常用的藥草 那它可以維持我們腸胃道功能的好處 對 這個益生菌是很不錯的東西 那其實是比較建議大家可以天天補充 那才可以維持我們身體比較好的機能 我今天討論的就是所謂的新國民病 是 新國民病大家也不要副裂這種病 它有時候突然來襲的 器官的硬化疼痛 都是身體燒來的警訊 千萬要注意的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